寻求三连上的达星在周日晚上交手富邦勇士 开赛约盈利就发挥外线好手感 接连砍进两季三分蛋 率先取得8比2的领先 不过富邦随即扣着流畅的传导 让张雨林同样用外线环影颜色 再加上陶斯载质游七区 卡的配偶完全占不到便宜 而且队友投不进的 陶斯也有办法用第二波进攻补篮成功 上半场就绞出12分12篮板的双十数据 富邦内外开弓 首阶打完以22比14领先 来到第二节富邦多次掌握转换快攻的机会 展现进攻高效率逐渐拉开差距 在张雨林三分蛋得手之下 更将差距扩大来到了双位数 而张雨林连同三级外线在内 半场也有11分进仗 尽管佩奥用雷霆万军的双手 爆扣嗨翻选场 顺便预约今晚的五大好球 但是内线大部分时间 他都受到陶斯的牵制 半场只有6分5篮板 幸好跃移力标进45度角的压哨三分蛋 使得半场打完 达兴36比43将差距控制在10分以内 而且达兴还在换场之后 由越盈利带队展开反扑 连同这季追平三分蛋在内 达兴打出一波15比4的攻势 不但后来居上 还在第三节最后两分半 这波快攻将由佩奥单手爆扣得手之下 来到63比52的双位数领先 不过佩奥这一罐完落下 却伤到了他的手 表情痛苦下场休息 也为比赛埋下变数 果然富邦趁着达兴以全本土英战 到达一波10比0的攻势 三节打完富邦62比63锦鸟战局 又在决胜节最后五分半 陶思篮下补篮放进两分之下 70比70追平战局 尽管佩奥回到场上 却因伤无法全力发挥 让陶思肆虐进驱 不断为积分板添分数 全场更是海冠38分20篮板 最终富邦就是以86比83 在惊抛海浪之中写上达星 韦来体育新闻 综合报导